软壳龟的饲养与冬眠方法 去年东龟先生曾给大家介绍过一种龟苗 那就是中华软壳龟的小苗 又叫甲鱼 团鱼 鳖 现在东龟先生决定收回推荐 强烈不建议大家养这种蛮硬 东龟先生不再推荐大家饲养软壳龟甲鱼的原因 一是因为这东西太狠了 就东龟先生手中这只半大软壳龟苗 曾咬断了铜钢八只亚成草龟尾巴 那些龟个头有它两个大 甲鱼无法与乌龟混养 不能与乌龟混养 那么甲鱼之间混养行不行 也不行 同行是冤家 咬得更狠 与乌龟混养 它能咬乌龟尾巴 是因为乌龟尾巴长 你再看看甲鱼 尾巴光秃秃 没法咬 它可就乱咬了 四肢 脖子 脑袋 想咬哪咬哪 就连龟壳 想咬也随意 别忘了它可是软的 最终一番混咬下来 死的死 伤的伤 受伤的也可能因为感染而死掉 钢里最终只剩一个王者小王八 无法混养 需要单独容器养它 这是冬龟先生不推荐养软壳龟的第一个原因 二就是不适合古法钢饲养 冬龟先生给大家推荐的火山石古法钢 除了火山石颗粒和水草植物 还要搭配一些清洁工来保持环境卫生 比如黑壳虾除枣渣 花药虾除残渣除丝枣 青江鱼除油膜等 这些在甲鱼钢里 你想都不用想 软壳龟正是由于游泳能力强 所以才成甲鱼 它会把铜钢小鱼小虾全给吃了 青钢小能手 别的不说 养它的钢 单单是水面油膜 你可能都受不了 古法钢养软壳龟 无法保证水面如镜 第三就是 这种软壳龟养起来没多大乐趣 生性凶猛 平常难以把玩 同时模样也说不上俊俏 欣赏价值不高 还有一点就是胆子特小 不是把自己藏角落里 就是埋底杀中 就更加缺乏欣赏价值了 所以冬龟先生就更加不推荐大家养了 我不听 我不听 我就是要养 你快说要怎么养 要说到养 其实软壳龟比一般的龟都好养 养它就一个要求 有底杀 先给大家看一下冬龟先生 现在养这只软壳龟的环境 自从他咬断了八只乌龟尾巴 就被流放到一个四十厘米物流箱里了 放在龟缸旁边 缸里一盆植物 锈针椰子和香樟树苗 用于吸收水中营养物质 净化水质 一盆底杀 火山石颗粒 用于软壳龟埋自己 底杀捞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塑料盒 里面是火山石 除此之外 钢里就没有其他的了 没有晒台 这只软壳龟没晒过呗 实际上 有晒台也晒不到 因为阳光全被上面的植物覆盖了 根本晒不到钢里 就这环境 它活得好着呢 甲鱼胆小 容易应激 有了底杀就相当于有了躲避 它觉得危险时就把自己埋起来 有了安全感 也就不容易生病了 如果不放底杀的话 那就多放躲避 基本环境就是这样 有躲避就行 食物可以直接喂龟粮 如果经常不见阳光 主食可以用小鱼干 可以预防它们缺钙 东龟先生的这只软壳龟 属于发配待遇 所以喂食单位都是论阅的 大家如果经常投喂 估计过年就够炖了 可以加餐了 这就是甲鱼的饲养 其实比草龟好养得多 最后再来说说它的冬眠 从当年初壳苗开始 这只软壳龟苗 就一直是圆缸水里冬眠的 甲鱼其实非常耐寒 以至于像内蒙 东北这些没有野生龟的地方 但甲鱼是都有的 所以甲鱼冬眠 直接圆缸里就可以 东龟先生没有拿出来冬眠过 但单独冬眠也没有问题 比如像制食 粉沙 吸水树枝 糖尼等冬眠材料 对甲鱼也都是适用的 注意甲鱼的壳是软的 和硬壳龟相比 这种壳保护性不强 更容易受伤 更容易受一些真菌等微生物影响 所以不推荐使用一些过于粗糙的材料 给软壳龟冬眠 容易划破它们的外壳 虽然东龟先生用的视频中 这么粗糙的没问题 但还是不推荐大家去用 同时也不建议使用 淹土等容易发霉的材料 里面滋生的真菌等微生物 更容易影响到软壳龟甲鱼 以上就是关于软壳龟甲鱼 饲养和冬眠的一些内容 东龟先生制作 谢谢观看